大家好,最近发现很多同学在看课程的时候可能操作上会有这样那样的误触 导致软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群里面给助教老师进行提问的时候 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正确提问 那我们这一节课就专门给大家讲一下 给助教老师提问的时候需要大家截图 尽量不要用手机,就是直接对着电脑屏幕去拍 就是我们截图的时候最好是截全屏 也就是整个PS界面全部都截下来 这样方便助教老师帮你检查问题 有的同学只是截图局部或者是用手机去拍照 但是他出问题的地方可能在图层,也可能在工具设置 就是这样老师也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白白的浪费了很多时间 还有的同学就是感觉明明跟老师的视频里面有同样的操作 但是没有办法实现同样的效果 甚至需要录屏,就是用手机拍视频 那也只能拿个手机一边举着一边拍 其实还是蛮费劲的 那刚好咱们的截图功能后面也要频繁的使用到 录屏功能除了提问的时候可以用 以后咱们熟练了之后也可以录下咱们的作画过程 发个抖音,发个快手之类的 所以截屏和录屏方式还是需要大家掌握一下 咱们截屏和录屏需要用到的软件就是QQ 对就是大家聊天的QQ这个最常见 很多人的电脑上也都已经装好了 没有装的同学可以先在电脑上安装一下 咱们的QQ软件 打开QQ软件并且登录上 我们可以随便点开一个好友的聊天界面 咱们把鼠标移动到这个小剪刀的图标上 然后停留几秒钟就会弹出一个选项框 最上方就是屏幕截图和屏幕录制 然后后面分别对应着两个快捷键 因为我这个屏幕截图的快捷键跟PS里面有的功能重叠了 所以我会手动的去修改这个快捷键 大家如果说不修改的话也是可以的 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选项 不用快捷键也能截图 但是你看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直接去点的话 这个QQ界面会挡住咱们的PS界面 有一部分还是截不上 如果说你的屏幕比较大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放在这个屏幕的外边这样去截图 但是如果说咱们的屏幕比较小 像是有很多同学是用笔记本电脑 不太方便的话 那最好还是修改一下这个快捷键 接下来咱们介绍一下快捷键的修改方式 我们还是打开QQ的主界面 点击最右下角这个菜单 然后再点击一下这个设置 接下来在弹出的窗口里面找到热键 再点一下这个设置热键 然后可以看到我把其他的功能全部都取消掉了 就是把这个鼠标点到这个框框里面 然后按一下撤回键 就是键盘上的这个取消键 就可以把它自带的一些这个快捷键给取消掉 我们只留下这个捕捉屏幕和屏幕录制就可以了 因为其他的这些快捷键 可能或多或少的 有的功能也跟咱们PS里面的软件会冲突 然后我们手动的这样去直接按键盘进行设置 就可以把这个新的快捷键设置上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插号 关掉就可以了 不管咱们设置的是什么样的快捷键 只要咱们把鼠标移动到这个小剪刀 就可以查看到 这边会同样的去改变 如果说我们不小心忘了的话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方便咱们记起 当我们拥有了快捷键的时候 就可以让整个屏幕都显示咱们的这个PS界面 然后我们就按住刚才的快捷键 就可以直接截图 按完了以后 它会自动框选咱们的这个PS整个界面 我们这个时候只需要把鼠标在中间点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就算咱们想扩大一下这个选取 也可以去拖动这个控制点 去缩放这个截图的范围 等我们确定好了之后 可以点击这个右下角的完成截图 选好之后 我们回到咱们的PS界面 来到群里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按住Ctrl V 把这个刚刚截好的图粘贴到这里 然后点击发送 咱们的助教老师就可以看到你的截图了 非常的规整和清晰 然后我们回到PS界面 再按住Ctrl V 只要我们中间不进行其他的操作 我们的截图就相当于把这个图复制了一下 然后在所有能贴图的地方 咱们都能按住Ctrl V把它给粘贴上 你看我们回到PS界面按一下Ctrl V 咱们刚刚截好的那个图片也能粘贴到咱们的PS界面当中来 未来咱们找这个参考图的时候也会频繁的用到这样的截图功能 然后录屏的设置跟截图是一样的 比如说咱们的录屏现在的这个快捷键呢是Ctrl加Alt加S 那我们现在呢回到咱们的这个PS界面 我们按一下Ctrl加Alt加S键 它会出现一个红框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同样的在这个中间点击一下 然后确认了我们现在就要录屏这个区域 就点击开始录制 等这个321读完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操作 你的所有的操作步骤呢 全部都会被咱们这个QQ录屏软件记录下来 当我们录好了之后呢 就可以点这个结束录制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界面呢 会弹出一个屏幕录制预览框 刚刚的操作呢都会记录下来 接下来呢我们把鼠标移动到右下角 点击这个红色的另存为按钮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选择这边的桌面 再点击保存 咱们就可以在桌面上找到这样的一个图标 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打开微信 我们直接用鼠标长按住这个视频啊 拖动到咱们的这个发消息的框里松开 咱们再点击一下这个发送 这个视频呢就自动发送到咱们的聊天框里面去了 实际上咱们自己的这个录屏 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每一个文字啊都是非常清晰的 但是我们发到这个微信里面的话 可能会稍微的被压缩一下 就是微信呢它会自动的压缩一下视频 这些文字就显得没有那么清晰了 但是咱们的助教老师呢还是基本上能看得清的 所以提问问题的时候呢首推截图 因为咱们的截图比较清晰嘛 一张图能解决的问题呢咱们就尽量的别用视频 实在是遇到了不操作不行的问题了 那咱们再采用录屏的形式来进行解决 最后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咱们助教老师在群里发的这个学习手册一定要看啊 里面包含了我们开课前所需要做的一些练习 包括这个作业图啊还有练习图啊 我们都可以直接点开链接啊 直接从这个电脑上点开链接就可以下载下来 然后呢进行练习啊 并不是说随随便便把预习课看完就完事了 练习才是最重要的 就你看一遍不操作基本等于没学啊 还是不会 那预习课的练习呢认真做好 咱们的正课才能更加的游刃有余 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再见